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您可以從我的右 我們one note進去之後右手邊這裡 您就可以找到我的學習網 學習網 或者是您也可以直接用關鍵字 您直接打這個 數文老師也可以 好 這裡 好 您可以直接用這個關鍵字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有買關鍵字 老師也要廣告一下 很少遇到老師要自己買關鍵字推銷的 好 那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點進去 那您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就是 我在部落區裡面會有蠻多的一些 有關免費軟體也好 一些教學的文章 那第二個呢 在我這個地方 我還有放過youtube頻道 因為我經營youtube頻道 只要是公開的研習 我的資料都會像這樣放在上面 那錄影的部分 就跟其實跟我們現在模克思一樣 就是在5到15分鐘 我會做一個段落 所以比如說您看這個 像這個部分 假設這一天的 那您點進來之後呢 在我們右手邊這裡 我會像這樣子 01,02,03,04 就每一個主題都標示好 那這樣其實 如果說 不管是有沒有參加過研習的 他要複習也好 或是第一次看的 他就比較容易找到 他要看的資料 會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多資料 我都有公開在這上面 那除了這邊以外 其實我學校的課程 我現在都是會這樣 就上課的同時就即時錄影 即時錄影 會像剛剛您所看到的一樣 那另外一個呢 最近比較常在各個學校裡面 推廣的一個主題 叫做這個 就是虛擬攝影本 因為現在很多學校 可能現場有一些是TA的同學 他需要怎麼樣 幫老師做一些錄影 如果你要錄摩克師 其實老實說 大多數老師意願都沒有很高 為什麼 加麻煩 但是這個是去中正大學 這個是我當天早點到 就順便拍 上課前剛好做完 你不要每次都要回家 再做這樣很麻煩 我都盡量能夠把握時間 上課的時候就做完 所以 來看一下囉 這個 這樣 弄好之後 就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喜歡 這種幕後花絮 有沒有即時的 所以 像這樣子 老師就不用再去跟學校 借虛擬攝影本 你在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做 對啊 就這樣結束 就準備一個布幕就好 其他軟體不用錢 你頂多要一個攝影機 對不對 頂多一個攝影機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 最近也蠻長 在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如果你有興趣 也都可以到我部落格上去看 好 這些資料都有分享出來 那 您大概了解了這些資料之後呢 我們待會兒呢 就開始準備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資料 原則上 軟體的部分 應該大家都幫大家安裝好了 您在桌面上 桌面上應該會有一套 Software這個資料夾 您把它找到之後 在右手邊這裡 有幾個軟體 我們主要有安裝的大概就是這一個 跟這三個 這三個 其他這兩個都是不用安裝的軟體 不用安裝的軟體 所以您都可以帶走 這些都可以帶走的 那 等一下呢 您可以先把這個軟體打開 Focus Guide 打開之後呢 預設 因為我們還沒有執行過 它安裝完都沒有執行過 所以第一次會出現這個畫面 你可以先關掉 第二個待會兒進去之後 您會看到是英文的版本 英文的版本 沒有關係 待會兒我會告訴各位 怎麼樣把它切換成中文 那我先把畫面還給您